大陆民用无人机尽情频繁的侵扰金门 厦门公安局在9月3号公告 表示为了因应大陆中国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举行 要从3号到12号 加强对多种民用飞行器的管控 包含了无人机 遥控飞机 滑翔伞 大型风筝或者是天灯等等 有人或无人驾驶飞行物体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依法审批 都不得擅自在厦门起降 违规者将会面临罚款甚至行者 俄罗斯东方2022联合军演 目前进行到了第四天 这是大陆首度派出了海陆空三军来参加 不过日本对于中俄在北方四岛军演相当不满 多次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 不过中俄依旧是高调的派出055大驱南昌舰 在日本海来进行实弹的射击演习 剑指日本的意味是相当浓厚 神号为101的05大驱南昌舰和俄军组成编队 进行为期七天的东方22联合军演 在日本海进行实弹演练 南昌舰以副炮成功击毁数千公尺以外的目标 此次演习我们在陌生海域使用副炮准确命中目标 全面检验了装备实战性能 从两国各自派出的船舰分析 中方这一次演习是以海上控制 俄罗斯则以登陆作战组成编队 两国各自大秀肌肉 中方出动南昌舰 则上能够搭载112个垂直发射装置的大驱 被外界认为已经超越美日巡洋舰 更被大陆海军称为明星舰 欧方则罕见派出奥斯卡级的克雷洛夫元帅号 不仅可以携带24枚超音速飞弹 最大射程更远达550公里 因此被视为打击美国航母的最强杀手 尽管中俄表明这一次军演是深化两国合作 但却引发日本不满 因为两国大秀肌肉的地点 正是俄日争议领土的北方四岛 日本针对俄罗斯在自认的领土上举行军演 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强烈不满 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此前公开表示 已向中印传达了日方对这次军演表示抗议的立场 中俄在军事上大秀肌肉 展现双方密切交流 但军演靶区以及海域摆明剑制日本 只不过日本不管是抗中围堵 或者是制裁俄罗斯 都异步异曲地力挺美国立场 中俄西首在日本海基北方四岛秀肌肉 丝毫不令人意外 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城户有一艘负责引导大型船只入港的领港船 在今天出港意外撞上了防波堤 导致船上五人两人死亡三人重伤 所以他在出海任务的时候 没想到撞上了防波堤 71岁引水人 52岁船长不幸罹难 美国11月其中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美国总统拜登开始重炮抨击川普 强盗部分共和党人所推崇的川普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哲学 其实侵犯了美国的民主价值 川普今天不甘失落 回应说拜登扭曲正义 其实才是全民公敌 川普庄人遭突袭搜查后 首度公开露面 伴随着群众欢呼 他在造势大会上高喊口号 抨击司法部扭曲正义 只批拜登过分滥用法律 将导致空前的反弹 美国其中选举战场逼近 两党之争愈发激烈 拜登转攻为首 重炮出击 抨击共和党人终于川普 接纳办法细思主义 对美国民主的威胁 远远大于政治分歧 川普的支持者则批拜登掀起内战 使两党对立 社会撕裂 但拜登随后澄清 并非所有共和党支持者 都对人民和国家构成威胁 根据CNN民调统计 民众对拜登执政满意度 在短短一个月内回升了百分之三 这可能代表拜登的经济政策 开始逐渐拉回民主党人 对拜登的信心 拜登与川普的隔空交火 势必更加强烈 记者 陈里森波罗